师尊 何事吞吞吐吐 吐儿从大长老那儿得到消息 于典身死后 羽皇震怒 这些年来 玉剑宗地位明显大减 银贤星系高层 可能要换人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若真是如此 银贤星系 怕是会有一段时间的封建 你的意思是 徒儿的意思是 师尊若是不即刻离开 怕是就要多留些时日了 徒儿其实舍不得师尊 可大长老让弟子去演练阵法 只怕是也难以侍奉师尊了 所以有些为难 何况 何况二位师叔那边 你说那玉剑宗地位大爹 他们 可能整个宗门 都要撤出银贤星系了 既如此 为师可能真的要出发了 当日为师曾说要送你一些法宝 如今灵蝶在即 你莫要再推辞 师尊所赐 徒儿不敢推辞 你其实早就想要了吧 师尊真是火眼金睛 不过徒儿想要的还不止于此 你还打什么主意 师尊曾提起破天剑爵 说是威力巨大 又说有短暂提升功力之法 徒儿想问其旋理 且不说破天剑爵 那魔道秘法 先伤起再伤人 并非正当 你问他做什么 徒儿 徒儿自然不会去练 可 可前日我跟族人说起 他们都不信有这样的功法 非说徒儿吹牛 徒儿 徒儿不想折了面子 告诉你此事 是为让你好生休息 谁让你去人前卖弄 徒儿不敢卖弄 那次的确是修炼感悟交流 徒儿顺嘴 顺嘴就说了出去 师尊 您就给徒儿讲讲吧 不然 不然徒儿会被他们笑话的 回去自己慢慢领悟 我见那肚中君使用魔道秘法 伤害极大 你万不可尝试修炼 至于破天剑爵 并非是你此事能够修炼的 等今后合适的时候 为师再教你 师尊放心 徒儿定会苦修师尊所传的正法 绝不修炼那魔道邪功 给自己惹不必要的麻烦 徒儿本该恭送师尊离开 可 可阵法演练的时辰就快到了 你我师徒不必讲这些虚理 你去吧 为师也这就走了 师尊莫要折煞徒儿 就算不能送师尊前往 也没有徒儿先走的礼数 也罢 那为师就先行前往传送阵了 恭送师尊 大人 我师尊已离开 此事乃我一人所为 和柳家无关 刘明翰 你不是说万物一师吗 如何被这小子走漏了风手 大人息怒 那秦宇定是没有走远 刘某这就亲自带人去祖劫 你这逆子真要找死 啊 啊 燃烧生命 换来短时间内功力大增 这是血魔道的秘法 逆子 竟学了这样的邪法 刘寒书 你已入魔了 除力伤人 根源不分 你们才是邪魔 谁也要不提起开事 啊 没问题 过去吧 秦前辈 韩叔说要与您一起闭关 您怎么 与我一起闭关 是他以此为由 让你离开的 我这就去闭关 你快走吧 啊 你们 今天谁也别想 离开这儿 哼 就凭你 血魔道法 开 爹 发生什么事了 海鸣 快助我拿下这个逆子 留上 就你这点势力 别敢在我柳家三爷 啊 啊 啊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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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 我要为柳家清理门户 默焰刀剑 成全你 今天 就算死 也要拖住你们 我真的 这么没有吗 韩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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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尊 快 快走 柳鸣汉勾结御剑聪之人 要 要害你 韩叔 韩叔 你 你别 你别吓我 对 对不起 韩叔 这小子打算拖住我等 让你逃跑 却没料到 你已经自投罗网 徒儿 我不该教你那魔道秘法 你不是一直想学破天剑决吗 韩叔 现在就教你 破天剑决第一式 四头 寒农 寒农 破天剑决第三式 断剑 断剑 为师轻手用这神剑破天为你报仇 秦鱼太无猖狂 只必斩你 滴 好 好 到你了 刀佑 刀佑 刀佑饶命啊 我此来 只是完成师命 实在也是身不由己啊 玉剑宗诸位先帝已然敢到 我劝你自负求饶 还能留个全尸 果然饶你不得 恬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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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叔 凌姑娘 有强敌兰喜 先请入我的心育仙府 韩叔 依旧交与你照顾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万寿主 当着我打竟还敢如此秀安 斩面一个先替羽皇陛下夺了万寿虎 请下令你再慢慢拷问迷神图卷的下落 好 好 啊 此人竟如此知强 小子 见识了先帝境界 才可悟出的空间之欲 你今日死得起锁了 先拿你记剑 追 仙斩落这小的也是一样 重金仙 解阵 我要让他跑了 快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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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被找死 师叔 方才斗驻惊心 极品远灵石就损耗不少 我刚才欲清死那一击 便是直接损鬼巴克 这样下去 极品远灵石很快就会消失殆尽的 看来若想再扩大战果 需寻找机会 避急避杀 夏娃 拦住他们 就是你了 孔兰 主人 以神仙为影 不 下滑先帝 先秦先的蓝风 轻雨区区小辈 逃不掉的 哪里逃 阵山剑 与玉环剑法 上当了 此人难道真有转移空间之呢 下滑先带 下滑先带 小辈子 尽舍 忍毁了思思 可韩叔他 韩叔之事 因我而起 当由我去了解 害死韩叔的 是那一帮恶人 怎么能说因前辈而起 我发过誓 我会为韩叔讨回宫的 韩叔之仇自然当报 可这银贤星系皆在羽皇之下 此时 咱们还是应赞避风头为好 嗯 此星球就有传送法阵 你们还是快快离开吧 前辈 那你 莫要担忧 我定不会无畏冒险 只是 你们跟着我更加危险 你们走后 我也会隐藏身份 寻机传送离开 前辈 琳琳明白了 我真是万寿蒲啊 我真是万寿蒲啊 想来迷神图隽 也在那蓝风手中 依属下着剑 应立刻封闭整个银贤星系 布下天罗地网 不想去 巧克力 你赶紧 这是万寿蒲 到国家下与所都不拥着 你赶紧 帜头 都不拥着 就是 什么情况 老子着急赶路呢 你们不要命了 这是羽皇陛下之令 去你的 少拿羽皇陛下下火 我看就是你们假攻济私 为难大家 大胆 让开 来 几位大人 小的恭候多时了 与皇陛下押送到 蓝火星交易的神器 随后就当 我等先来确认 传送阵可以准备好了 知白先帝早即有令 法阵早已锁定了 唯一目标 蓝火星 诸位大人离开后 周围一片星域的法阵 也还会继续封闭一段时间 直到蓝火星交易结束 才会重新恢复 诸位法阵 竟都被封闭了 此事要赶紧通知秦宇前辈 莫要让他四处乱闯 反倒暴露了身份 伯奴 以你体质特殊 修我血魔道法 难免会有后患 每隔白日 必须要压制嗜血魔性 你万万记得 每到此时 务必来寻师尊 若是万一有所延误 就去寻找功法纯净之人 吸取其法力 以暂时压制 师尊 徒儿已经找到 那至纯至净之人 定能压制住魔性 此星球 隐藏了不少高手 难道是宇皇察觉落的踪迹 灵力 不好 有人要伤他 你所修功法纯净 是难得可抑制我嗜血魔性之人 今日要借你性命一用 你是何人 竟敢宫然如此行事 将死之人 何必问上谁 死死 不需带死旷人了 将你的法力 生命力 都奉献出来吧 何人胆敢多事 这件事 我管定了 金剑辈 虽不过区区三级金銜 可修的竟也是罕见功法 即使正可擒下你 以备日后之事 啊 什么人 他阻我魔族行事 我借的小赞 休得猖狂 不管你叫再多帮手来 也不过是送死 就凭你 得罪魔族 你想过后果吗 横行无忌 你想过后果吗 要不然都放生在这里 啊 雕虫小技 别太好适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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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一定是 死吧 草菅人民不可能受 破天剑劫 破天